一個倒掛金鉤奮力將球踢出 這裡是加東國中藤球隊的訓練場地 學員們正在努力練習 為了推廣多元社團 加東藤球隊從2012年建隊發展至今 已訓練了許多的國家代表隊選手 我們學校的藤球隊 其實是屬於我們的社團 因為我們沒有體育班 那孩子大部分都是進到學校之後 才開始學習這樣子的一個球類的運動 那我想在現在這個現金教育的發展 我們希望給孩子多元學習的機會 擔任球隊教練的正立員 本身是學校的學務主任 但他也是國家代表隊教練 強調加中藤球起步早 加上有學校及各單位用心支持 因此隊員們的成績表現都相當亮眼 當年101年的時候 我們起步的早 就是我們改全面練藤球 那我們也很專心在這一項 當年其實國內的藤球並沒有發展得很盛行 所以我們算是第一個就是轉型 完全踢藤球的一個學校 那從101到今年為止 基本上我們每年的全國比賽 都至少會拿下兩座或三座的全國冠軍 不管是國中男子或國中女子 加東國中藤球校隊不僅是全國排名賽的常勝軍 能持續凝聚隊員詳細力的是來自於畢業的學長姐們 由於校友們只要空閒就會回來學校練球 為學弟妹解惑 因此這個體育館無形中也成為台灣南部的藤球國手搖籃 在我們國中畢業之後 我們的校友如果想要繼續踢藤球的話 他們會選擇讀加東農校或者是東港水產 那他們選擇就近然後放學的時間再回到我們這邊練球 全國排名賽就是全國競技的最高殿堂 因此對於球隊獲獎 球員們可說是收穫滿滿 強調即使練習相當辛苦 但榮耀獲獎不僅增加信心也很有成就感 在練習的過程中其實有時候踢球會踢不好 然後可是學長學姐教練都會很有耐心的指導 得獎的時候也會很開心 因為這是你跟隊友打出來的成績 雖然過程很辛苦 但有隊友和教練的陪伴的支持 我才能一路走到現在 然後拿下比賽的獎項 讓我們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們在偏鄉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孩子 他是屬於比較射近背景比較弱的一點 那所以進到學校來 我覺得以球隊的這樣子的一個照顧跟管理 讓孩子可以給他很多的一個自信 那也給他很多的愛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學習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也看到孩子的改變 那對他的生涯規劃來講也是一個新的一個一條路 校長強調 由於加東未處偏鄉 許多資源較不足 但很感謝許多貴人及單位 包含學長姐自發回來練習及分享 以及八方雲級基金會蘇老師 無私奉獻提供球隊南征北討經費 這些都是球隊繼續向前的動力 未來期許學生能繼續發揮自我 而學校也會提供最佳的訓練場所 讓家中的孩子都有機會 為國家爭取更多榮耀 屏東樹不停張志豪採訪報導 祝你好 祝你好